股票由空翻多的重点在什么 带量长红棒突破莫跌高 那玉龙呢早期比较大的贡献 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玉日车的部分 那在2022年之前呢 他都可以贡献玉龙获利大概30亿左右 但是呢因为量产这个地方呢 他就是电动车推动出来的速度比较缓慢 那所以说使他在中国大陆市场这个地方的销售 受到了影响 所以玉日车对于玉龙的贡献获利就下滑了 下滑以后呢 那目前来讲转投资收益最大的就是持股50%的那个玉龙 他早期就是做所谓的汽车贷款的那个业务为主 那对玉龙的获利的贡献度呢 近年来随着租赁业的表现是稳定的成长 但是2022年这个地方呢 他的转投资事业这个地方有受到伤害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他有转投资17.8的新安东京产险 大家也知道防疫险的原因让国内的产险公司都受到一个比较巨大的影响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那个新安东京在使玉龙这个地方就亏损了82亿 那到了2023年第一季还是会有影响 但是到了第二季开始的话 那个影响就比较小了 那整个就是说转投资获利这个地方就收益影响就会相对比较有限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讲一下土地资产的部分 玉龙最印人注目就是在玉龙城的部分 他的商场预计在2023年的第三季就营运 那这块地呢他是占地6500坪的商办 那玉龙是用出租的方式 所以说在2024年如果我们来看以后每年的固定租金收益 大概就有4亿元可以稳定的贡献玉龙的获利 那他旁边还有一块住宅用地土地面积7500坪 那这部分呢玉龙还没有对外尚无固定的规划 那光用树地算他的潜在价值呢 那我们这边是用极保守的价值 就是一坪树地是200万元估算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 这块200万则这个价钱是真的非常非常保守的价钱 用这样去估算的话 那土地的资产价值就是这块还没有盖起来的 每股贡献至少15块钱 那都还没有去算他商办那块 那像他商办那块他只盖了八层楼 如果用了10年20年之后 他可以拆掉再重建住商的办公大楼的话 那潜在收益更高 那大家就可以去想想看 他到了去年底的时候 每股净值就高达了48.55元 那这个地方光其中的一块土地 贡献价值就15元以上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他每股净值可以再往下加多少钱 那至于大家认为合理的股价净值比是多少的话 可以用过去的历史区间去查他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他的财务分析的部分 首先我们跟大家讲的也是一样 比较不同的产业 我们就用ROE来比较 那这个地方可以直接用税后存益去处于股东权益 也可以把它切开分成净利率 总资产周转率以及权益陈数这三个去看他 那我们从育融公司这边来看的话 我想2022年的亏损 我们刚已经解释过了 就是东京产险这个地方所造成的亏损 所以让他的ROE这个地方也变成的负数 然后税后存益率这个地方也是负数 那在所谓的总资产周转率跟权益陈数这个地方 变化并不大 那接下去呢 我们看他2022年的地方虽然是亏损的 但是在2023年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EPS部分 因为租金收益的贡献 还有包括了就是说电动车代工销售的部分 还有在土地的租金收入贡献的部分 那2023年预计的EPS就高达了6.06元 然后到2024年还是持续成长了 所谓什么7.01元 好OK 那我们接下去看一下技术面的分析 好在技术面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育龙在1990年挂牌 然后一直到了2011年这个地方 期间经过了20年间 它是走了一高二高三高四高 然后接下去呢 它就做了一个回挡的动作 就我们教大家的N型理论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播放秦南看 是不是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大的N上 接下去就什么N下 股价都几乎快被打到起涨的原点了 然后到了这个地方呢 因为包括了就是说他跟鸿海在电动车的发展 还有他的土地资产 那以及他的各个转投资这个地方都调整到正确的方向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股价2021年开始转强 那如果纯粹我们用技术面来看的话 大家还记得每次我跟大家讲说 股票由空翻多的重点在什么 带量长红棒突破莫跌高 就是股价怎样 由空翻多 所以这一段会涨得这么强 就是代表股价由空翻多 所以纯粹做技术面的人就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切入 那同样的道理就跟我们上一集介绍的华星一样 股票在涨的时候大家都不害怕 当股价在回挡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害怕 但是从来没有人认真的去想一下 他长期的基本面是怎样 那另外就是说在他股价回挡着 在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可以去接他 那这个地方我都有特别把价钱标示出来 大家可以把这个N型起涨的相对的低点跟高点这个地方 加起来除以2 在量缩指纹的部分你就可以去注意了 你说注意什么呢 所以我们大家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N型理论 也就是说如果说他从2021年到2022年这个地方上涨的是AB段 他回挡如果就是那个N型化成一撇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地方如果是一个AB段的话 回挡如果守住了二分之一 那接下去他再成为N的几率就相对比较成功上涨 那即使没有成为N的话 他也有成功上涨的机会 除非最后的业绩不如预期 我想在土地资产租金收益那部分是相对稳定的 所谓的不如预期就是说 包括电动车或其他事业不如预期的时候 才有可能发生所谓的什么失败N或关键位置的到N型 目前该公司的基本面来评估的话 长期来看股价是种成功N型跟正常上涨N盘整的机率比较高 所以大家现在要注意就是说 在回挡的过程中 看他能不能量缩首二分之一 那如果能够顺利的话 后市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用AB段的涨幅去推估CD段的涨幅 那这就是我们在做45度股票的时候 去进出的一个重要的方法 OK那我想有关于电动车的概念股 育融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他的基本面每一项都跟各位分析 还有包括他的技术面 就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一家公司长期的发展 是要看他公司营运的发展 不要因为股价短期的波动 就对持股这个地方产生了怀疑 当然我们要创造最大收力 当然是希望我们能够低进高出 但是你要把握一个关键点 那个关键点就像我刚刚跟你提到了 比如说过了莫迭高 同样这个莫迭高拉回的时候 也是相对的一个支撑的力道 最重要是支撑力道这个地方 一定要量缩首支撑 OK那育融今天就介绍到这边 那下个礼拜我们要介绍电动车的概念股是什么呢 也是最近涨幅非常大的 就是华城 欢迎您下个礼拜继续收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于乐际说中 eith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